那你有覺得誰的反差很大嗎 我覺得是林嘉誠 3 4 5年前 那時候他們是Dancer 然後我只是去客串的一個演員 有一個動作就是他必須要抱著我這樣 公主抱這樣轉一圈 然後我有點都記得他跟我講的 第一句話是 我們剛剛拍電話 你有覺得我哪裡臭臭的嗎 沒想到嘉誠也有這段過去 木木來到名人說生活 分享在原子少年的主持經驗 結果卻爆起料來 因為我是參加女團選秀節目DD52 然後因為講淘汰的感言 這個關係啊 講得好像稍微比別人多一點點 於是這個好心人詹哥呢 他就問我說 你還不要嘗試看看主持 那我當然就覺得有機會 我是新人有機會 那我們就接嘛 當下原本我是跟何美姐說好說 我們都在後台 有點像我們那時候DD52的 就是漢典老師一樣 就到我們要開錄的前一週 詹哥臨時說 你不要在後台了 你去棚內練習 你去前面 然後我就突然整個壓力刪到 我除了要被80個人的選手資料之外呢 然後我還必須要在四位飛行導師 就是Ella姐 Nick哥 昆達哥 然後易德老師 四位我都這麼崇拜的偶像面前 拿麥克風講話 我那時候是連就是導播說 5 4 3 2 要停一秒都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導播都會說 我們在一次喔 因為那個那個 但是大家都在80位選手 然後四位都在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是 每一次上台我都皮皮 挫到不行 那你自己有沒有印象 也很深刻的就是跟你一起成長的原子 少年們 周子祥吧 你覺得子祥 因為我跟周子祥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真的是原子少年認識的 因為他是完全沒有經紀公司 然後他就是真的看到了這個節目 在整選 所以我就去報名 所以他其實有一些美感 他可能不太知道 可是他是學習力非常快 而且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愛贏的人 應該說原子大家都蠻愛贏的 然後他那時候一開始在海王星 我想說 哇這個男生很帥耶 非常有魅力 然後跳舞唱歌都很好 可是他就是怎麼樣 好像就是評審老師 他們比較看不到他的點 所以那時候我就特別又想要關心他 然後到現在 他就這樣又轉移到地球 然後到現在變成歐種成團出道 我就覺得 哇他真的是完全靠他自己 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 而且子祥有越來越皮的趨勢 沒錯 他真的越來越皮 因為他原本一開始就是 可能很害羞 然後什麼都不知道 也不太敢講話 到現在他已經完全可以坐他自己了 那你有覺得誰的反差很大嗎 我覺得是林嘉誠 三四五年前 我們一起合作了一個 我的師姐 就是演藝閣的一個微電影 那時候他們是Dancer 然後我只是去客串的一個演員 有一個動作就是 他必須要抱著我這樣 公主抱這樣轉一圈 所以那時候 他是我唯第一個講話的人 然後 我永遠都記得他跟我講的 第一句話是 欸沐 你叫沐摩 我說 對啊 嗨你好 他說 我們剛排練完 你有覺得我哪裡臭臭的嗎 我想說這是什麼 什麼直男啊 大概兩年後 主持了一個節目叫 叫同學來了 知晉級版女孩 那時候我的第一集 林嘉誠就來上了 我想說哇自己人 那時候他是連 回話都沒有辦法好好講 然後那時候他自己solo的表演 也會忘死 除了他原本小時候很唱 現在又是結尾妖精 又是結尾妖精 然後又什麼什麼台版車影優 然後又怎麼樣又怎麼樣 你的語氣可不可以 有點 祝福一點 就是台版車影優啊 太熟了 真的太熟了 他們剛辦完歐總演唱會嘛 我那時候歐妖演唱會 第一個哭點就在林嘉誠 他唱他自己solo的歌的時候 因為他內心就住著一個rockstar 男偶像很少有可以這樣彈電吉他 然後這樣唱這種 就是很rock的歌 可是他完全就是做他自己 少年們的成長 不只粉絲知道 一直陪伴在身邊的木暮 也都看在眼裡一起發光發熱啦 完全娛樂總和報導 完全娛樂